去年,他們史無前例 在全港觀眾面前 證明異能真正存在 好,答案出來了 那隻是小熊 有沒有顏色? 不懂 好,我們找工作人員給他 他裡面有個不好的氣場 來 今年,這股力量再次湧現 跟去年一樣,不切門檻,不分派別 20組挑戰者,數十條超出想像的題目 每輪殘酷淘汰 而且絕無復活的機會 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幫大家找出真正的通靈之王 這個晚上,在TVB的古中街 聚集了一群人 我身為靈蛇,藍毛Lukas Luna感應到靈體的位置 我是蘇媽,我是全職的塔羅斯 我是埃及祭司Jeff 從事在這行新心靈裡 已經超過13年了 我是趙振鴻師傅 專業是算命和風水 我是趙振鴻師傅 是用催眠的方法 找你的內心小蟹 我們這個情況就像異能一樣 都跟血液有關 我叫Rita 我來通靈之王是一個目的 就是我想追夢 二十組挑戰者 凝聚成一股蓄勢待發的力量 通靈之王二,上線吧 歡迎各位 從古至今,由中至細 人類對通靈也產生莫大的好奇 有人聲稱自己有通天眼 有人就說可以跟靈魂溝通 這些在世人眼中都屬於異能 通靈之王二 為了證實異能的真正存在 我們再次帶大家來到這裡 在開始之前 攝製組想讓一些時間挑戰者 感受一下現場的環境 他們完全不知道 接下來會面對怎樣的題目 有否感應到問題是甚麼方向性 我感應到可能就是古人 你一定要跟人有關 你知道 應該跟磁場、能量 感覺到是一個有能量、有形態的物件 要估計的 應該會是一個生物 這樣 目前已經感覺到附近有些 不是那麼乾淨的物件來到現場 以現場環境的了解 雖然是晚上 但幾十位工作人員 加上拍攝燈光 難道這樣也能吸引到 不乾淨的物件嗎 用個童身去問一問他 現在現場有甚麼靈體 然後發現到前面也有幾個小小孩 也有看著我們在做甚麼 你感應到甚麼 不,應該是他感應到甚麼 Luna感應到靈體的位置 也很明確是指在某個方向 即是他現在看著那個方向 是 可以 有多少個靈體畫畫給你 如果我現在看到眼中 就會在三位 似乎他們真的感覺到一些 我們平常人看不到的東西 不過不是每個挑戰者都很忙 我看你站在一旁 好像事不關緊 是… 因為你感覺到 你又不是真的答問題 你不知道想感覺到甚麼 因為我們也是要有問題的時候 再去想 你現在沒有方向的東西 我不知道在想甚麼 所以我沒有甚麼法案可以做 我參加這個比賽是因為想嘗試 自己是否真的有通靈的能力 至少你夠坦白 不像有挑戰者 我們問也問不到答案 如果你檢查那些邪靈 羅間中間的針 就叫做八旗針 叫做旗針八發 你已檢查到甚麼 預備一下 待會是問甚麼問題 有檢查到甚麼嗎 檢查到… 其實周圍都有鬼 周圍都有上先 但對於問題也沒甚麼頭髓 問題我相信已經準備好了 那當然是準備好了 難道讓幾十人來猜中間 在笑東西吃甚麼 既然大家都準備好 海鮮的第一條題目,來吧 通靈之王第二季,第一條題目 就在我身後面 史無前例 你們二十個單位的參賽者 同一時間使出你們的異能 請所有挑戰者說出 黑幕後面是甚麼 電視機前面的你 不如發揮一下你的大陸感 一起感應一下 黑幕後面是甚麼 好嗎 你們可以馬上使出你的異能 感受一下布後面是放了甚麼 馬上開始 挑戰者在這個鐘頭裡 可以用任何方法推敲答案 不過沒有範圍,不能推理 答案似乎很難猜 但如果猜中一個黑幕後面 有甚麼物件 其實可以用尖簿 當時要用尖簿 尖簿要建立一個掛 這個一定是人的腦感應 這個腦感應不單是他的影像 你一定會看到他 所以這個是有難度 非常有難度 Aidan我覺得挺有趣 其實他有點像扶乩 他類似…如果大家去廟裡見過 他現在手上畫 就是在畫我身後面 你看他不停在念經 而他正在扶乎 甚麼是扶乎 扶乎就是手放鬆了 而手自己會動 要清空自己的狀態 然後我就會發出一個問題 就是裡面究竟是甚麼 我就會得到一些啟示或訊息 就會幫我找答案 通靈有趣的地方 就是可以用很多方法 有人甚至用動物做法器 家衛,你不要害怕 其實他的舌頭是不停在舔身體 因為他正在尋找一種氣味 他正在跟蛇溝通 這是我其中一個法器和一個夥伴 他亦聯繫了我們本身的主神 我會請主神克加蒂去詢問他的意見 而我的靈蛇也跟克加蒂做了一個聯繫 我會用我們的法門 我們會召喚我的主神 亦用了草藥去淨化 和令我的直覺提升 二十組挑戰者 二十種不同的方法 在他們當中 好像有人已經知道答案 你已經有答案嗎 有答案 不如我先問你 你先問,你用甚麼方法去知道我放了甚麼 中國有些人說要有天象、地象、人象 那天象怎麼看呢 其實天象是有個異象的 其實我昨天已經看到了 我拍了下來 又顧不到你 剛才顧弄完虛了一段時間 原來昨天已經招了答案 袁六六,你是可以的 如果來到的時候 我會發現有很多小朋友的靈體 他們很八卦地在這裡看 我沒有問過他們的答案 或叫他們幫忙 我通過邀請天使和塔羅牌 給予他們準確的指引 我當時再去… 我首先抽了第一張黑牌 那是女祭司 所以我確定裡面的訊息 是充滿智慧的 我剛才運用了我的直覺 去感知黑布後面的訊息 亦用求者靈氣的方法 去探索他的資訊 將可以再以塔羅牌進一步查證 我收回來的訊息 以及描述是否真確 大部分挑戰者 都不用一小時就有答案 而且他們對自己也很有信心 我透過塔羅牌去占卜 看看黑幕後面是甚麼 我收到一些訊息 就是關於一個男人 有這個生物在裡面 其實我是感應到一個女人 我覺得是一位男性站在裡面 我覺得裡面只有位女士 沒有其他人 每個人都猜黑幕後面是一個人 觀眾,你怎麼看呢 會否真的收藏了一個人 靈延聽不接 分身縮現證 現在供奉雷霆導師 分屍雷霆應發達 當同盤鄉 下令保障 你看到他拿著的是他的令牌 他叫做雷電道長 他說是因為他被雷電砍完之後 他就能夠通到所有的東西 我想問一件事 你在作法的時候 你解釋給我聽 我們是變身 把兵馬和我融為一體 剛才請來的怨神 是一個火神 火神最主要代表就是電 變身的話就能夠通天達地 他看到的東西,即是我看到的東西 我和他融為一體 應該是一群人在一起參加一個活動 一群人?那個幕這麼小 看到這個活動是關於甚麼嗎 可能就是現場的活動 甚麼是現場的活動 我們現在是現場的活動 這句究竟是甚麼意思 明明是一塊黑幕 怎會有一群人在後面 現場活動又代表了甚麼 大概會在三個地方我們去選擇 第一個就是我們所說的手提電腦 第二個是手提電話或是電腦 第三個是電視 超乎想像的答案居然完全正確 一部電視在接播現場畫面 第五位電視 通靈之王第二季正式開戰 正式開戰